回答最新AI测浮器出货依旧不够用 仰仗的就是台湾业者 台湾出口结构正出现巨大变化 台证部数据台湾三月自通讯产品出口126.5亿美元 年增165% 一到四月自通讯产品成长126% 前五大出口国家来看 美国比重高达23.5% 年对年出口金额暴增六成 居出口国家第二大 自通视频的领主界占为三成 现在自通视频的产品也占到快三成 这两个加起来就六成 所以台湾根本就是三分之二是个变质党 那以后这种情况会不会继续存在 会 现在自通讯每次有创新 美国就来找台湾代工 他不会找中国 因为中国他不相信 他不会找韩国 因为韩国想要自己做 他不会找日本 因为日本只想拿你的半导机去做车子 去做消费性变质 他从来不会想要做科技产品 所以台湾永远是美国最好的代工伙伴 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分工架构 所以台湾这种越来越变质化 越来越美国化的这种结构 我觉得还会在持续一段时间 甚至会更高 台湾被称为科技岛名副其实 半导体AI为主的ICD产业 社会美中科技站订单明显易住 类似情况也正在南韩日本出现 而且趋势并非短期 反观中国出口受到各国贸易关税禁逼 地位正在逐步遭到取代 最近拜登在把他的电动车给加了 明年要是川普上来 再管理通通加60% 中国大陆出口会减少 那会留到哪边呢 会留到越南 会留到东南亚国家 印度甚至墨西哥 所以东南亚其他国家 会承接中国大陆的传产的出口 因为这些东西会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对台湾来说 我们会越来越偏向电子产品 那对中国大陆来说 还有很多的产品 尤其是之前的传统产品 也会外流到别的国家去 那都是因为整个贸易结构 美中大的分工架构之下的新的改变 全球经贸格局出现结构性改变 财新传媒董事长谢金河 脸书表示 两岸贸易占比正在快速下降 台湾对美国东协合计的占比 远超过中港 出口基地改变 对未来影响深远 新大约市高级人沈为童 台湾台北报道